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在暂停与利比亚的贸易 第三年后准备重新开展经济合作 随着利比亚经济商务部长 穆罕默德·阿尔·霍维杰最近发布指令 中国和利比亚正在探讨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机会 尽管利比亚持续的政治不稳定仍然是一个担忧 中国的回归将有助于利比亚的重建 这对于该国拨度到后冲突时期至关重要 其次中国的创投市场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 IPO市场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的IPO总值相比去年下降了84% 也有44家公司上市地缘政治紧张和严格的监管措施 使得创投和私募股权市场面临巨大挑战 最后在刚刚过去的618购物节中 中国的电商平台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3% 尽管销售额有所增长 但许多商家抱怨利润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激烈的价格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在中断与利比亚的经济联系13年后 正努力重启双边贸易关系 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以及随后的内战 使中国在这个北非石油复国的庞大投资戛然而至 当时中国在利比亚的75家公司 控制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50个大型项目 涵带石油、建设铁路和电信等领域 随着局势恶化中国迅速撤离的35860名国民 这是自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撤侨行动 随后中国暂停了新的投资 如今利比亚分裂为两个政府 中国正开始显示出重返这个能源丰富 但正值分裂国家的迹象 6月10日利比亚经济和贸易部长 穆罕默德·阿尔·霍维杰发布指令 启动利比亚中国联合经济商会 旨在促进双边投资交流 随后利比亚总理得被巴访华 与中国总理李强和外长王毅 讨论恢复政治和经济合作 李强表示 中国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利比亚合作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越今亚洲报道 香港和中国大陆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的IPO总价值 同比下降84%至325亿元人民币 仅有44家公司上市 同比下降75% 德勤资本市场服务组的迪克·台指出 第二季度的上市步伐显著放缓 3月和4月几乎没有交易 得其预测全年中国IPO总值在1390亿元 至1660亿元之间 但更倾向于较低端 险景也被下调至600亿至800亿港元之间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钦强调 需要加强长期资本并创造 有利于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 进入市场的条件 美中之间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 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多重制裁 也对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产生了影响 国内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 重点转向需要更长开发周期 和更高风险的硬科技领域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主要电商平台 在618购物节期间的总成交额 同比增长13 但激烈的价格战可能会压缩利润率 根据第三方数据 抖音在所有平台中增长最快 达到26.2% 其次是拼多多的17.7% 和快手的16.1% 阿里巴巴和京东的成交额 分别增长了12%和5% 尽管成交额增长 但许多商家抱怨利润下降 意味平台之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 为吸引价格敏感的消费者 平台运营商提供了更多现金补贴和折扣 拼多多推出了自动价格跟踪系统 而抖音也在测试智能定价系统 尽管如此 消费者的行为变得更加保守 反映出经济放缓的影响 上海的林女士表示 她在今年的618活动中花费了近4000元 但选择了价格更便宜的国内平台 她说去年老板削减了我的季度奖金 我别无选择 只能变得更加注重价格 Vinami 东欧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云计算部门 推出了首款由公司自研的大型语言模型 LNLAN驱动的i程序 只在帮助开发者缩短应用程序的开发时间 有时甚至可以缩短到几分钟 阿里巴巴云表示 这款i程序员可以在多次与用户对话中完成任务 如分解、编写代码、测试和调试 并一次性部署 在上海举行的公司云的i峰会上 阿里巴巴云总经理徐东表示 未来用户只需确定问题并表达需求 几分钟内完成应用开发将成为常态 然而真人程序员对这一产品的看法不一 加密货币行业的开发者梁燕认为 这款i程序员可能会威胁他们的工作 因为它不仅仅是满足需求 而涉及理解程序 另一位开发者杨一表示 这些工具仍处于早期阶段 有时生成的代码不太可靠 可能存在语法或事实错误 尽管i程序员可以减少工作量 但无法完全取代人类程序员 德国副总理罗伯特·哈贝克 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时表示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临时关税 是为了公平竞争 并非惩罚性措施 他强调 这些关税并非惩罚性关税 而是为了弥补中国电动汽车 制造商从北京补贴中获得的优势 哈贝克还警告说 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 已经影响到中欧关系 可能会有经济后果 欧盟在经过9个月的调查后 认为中国电动汽车 制造商确实从补贴中获益 因此决定采取反补贴措施 中国商务部则表示 这些关税可能引发贸易战 并警告称责任完全在欧盟 哈贝克在与中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珊杰 会面时表示 希望德国能在欧盟内部发挥领导作用 解决这一问题 但他也指出最终决定权在欧盟领导人手中 外交政策杂志探讨了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SW1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 中国通过与西方的贸易 积累了巨额美元储备 并利用这些储备来支持国内经济 和扩展其全球金融影响力 研究员刘宗元在其新书主权基金 中共如何资助其全球野心中指出 还用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尽管这些基金在国内经济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支持科技初创企业和半导体制造公司 但在国际上 他们的投资往往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刘宗元认为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在推动国家地缘经济利益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也面临着投资失误 和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的挑战 他指出 尽管这些基金 旨在促进中国的购业政策 和地缘经济利益 但他们也浪费了大量资金 并做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投资决策 顺便播报的内容 是六赌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赌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赌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beva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赌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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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